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因為逆向行事被警方攔下 而男子先是假裝配合 後來抓到空檔 突然就拔腿狂奔 警方立即上前將人制服 但你看一段當時畫面 事發在桃園大園區 昨天傍晚5點多 警方將人制服後 還聞到濃濃酒味 而這名違規的男騎士 是桃毅7年的越南籍移工 酒測值高達0.42 涉犯公共危險罪 等你聽一段警方訪問 警方表示 男子一開始從車廂拿出錢包 假裝要配合盤查 卻突然心虛拔腿狂奔 不過不到20公尺 男子就被壓在地上 警方將依法送半 並解送桃園專情隊執行收容